你心里头还有王法吗你 说话啊 我当时谁在喧闹军营呢 原来是刘大人 看座 不用 幸福的 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 带兵滋扰地方 犯的是大清律的死罪 我这次来是奉了朝廷的命令 来主成平叛的 本将军带了五千将士 风参露宿 千里迢迢 年都未来得及过 怎么在刘大人嘴里 就成了骚扰地方了呢 我问你 主成何时有叛乱 是哪位官员往上报的 又是兵部哪位大人 给你下的军令 刘大人德高望重 还是在家里修身养性的好 何况你隐退相忠 地方上的事 就不要过问了 你这个小混蛋敢这么干 好 我要向朝廷写状态 告你暮无王法之罪 刘大人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说出来让我五千将士寒心呢 皇上亲口令我来评判 难道还有错不成 你一介平民 还是不要妨碍军事为好 朱成百姓一夜之间七里子散 百姓财产被你抢劫一空 你凭的是什么本 要说朱成有刘寇的话 我看不是别人 就是你 刘大人 你既已是退隐之人了 就不要过问军事好不好 有人说大量刘寇 逃到你们家夺起来 我照顾你是前朝重臣 运输兵士 你可不要妄自尊大案 对 刘大人 大家不要着急了 刘大人了 刘大人去了 一定会给大家讨个公道回来 放我下来 刘大人 放我下来 老爷 放我下来 放下我 下来 下来 老爷 闪开闪开 快闪开 老爷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 刘大人 老爷 你们 你们 大人 老爷 这怎么了 你们 快走 你们 别动 什么 你们 走 走 走 你们站住 出去 走 快走 走 走 你 走 走 别 快点 别走 少废话 走 走 都办妥了 您放心吧 这家里能吃的东西啊 都给他抄走了 用兵围了他的腹 饿他散电 看你这老东西啊狂不狂 这 来啊 把刘父给我围起来 走快点 快点 老爷 老爷 浮海将军给您送了一封集信 小的怕耽搁了 给您送来了 那儿 这个小畜生不知好歹 马上给福海回封信 快马送到 第一不许他风流浮 上门好好给人赔礼道歉 第二把抢百姓的东西 全都加倍地给人还回去 老爷 我记下了 还有啊 找几个军事 假扮成张秋当地的灾民 去挖河堤 挖河堤 老爷 那是要砍头的啊 山东两年之内 发了三次水 朝廷每年都拨给他们 修堤的银两 哪儿去了 这必定是山东的官员侵吞了 河堤一挖 百姓肯定闹事 百姓把事情闹起来 平叛的事情 就师储有名了 让刘统训跟他们交情去吧 还有啊 给山东巡抚陈通道 修一封书信 攀攀交情 老爷 跟陈通道攀交情 他不过是个山东巡抚啊 这嫁祸江东之计你忘了 哦 老爷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账 查得怎么样了 将军此行 宫带文银五千两 旅途耗损是十两 是呀 呃 那个 赔偿百姓 赔偿百姓损失四千五百两 想不到我大军千里迢迢来剿匪 那有便宜行事 反倒老了我的军 上了我的财 走 与留佛 哎呦大人我们这没什么呀 是啊 哎呦喂 这怎么回事啊 这 你们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啊 刘大人都是我年少无知 请您多多恕罪啊 啊 你为了我的府 抢了我的东西 论私 我不跟你论了 我现在问你个公事 山东哪来的土匪 诸城哪来的劫匪 要你们到这儿来清剿 刘大人 都是我的部下 把军情给搞错了 啊 啊 军情搞错 那 滋扰乡民 这个罪过 你担当得起吗 啊 报 将军 吴家殿有人挖堤 嗯 刘大人 灾民正在吴家殿挖堤 下官还有公务在身 先告辞了 挖堤 大水都把堤冲成这样啊 咻还来不及呢 还挖什么堤啊 刘大人若是不信 可以去堤边看看 公务在身 就此告辞 这 老爷 啊 怎么了 等等 张少 刘武 赶快 随我上堤 走 老爷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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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别忘了 你们海浅山东的水不够大呀 什么意思 你们这边 停下来吧 停下来 别忘了 别忘了 你们再怎么挖下去 明年朱城肯定要闹水灾了 停下来 你是谁啊 是啊 我们家老爷就是朱城的刘大人 刘大人 这河堤明年一发水是非他不可呀 他们修完就走了 我们住在河两边的人 可往哪里逃啊 那你们挖他干什么嘛 大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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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五家殿千百口人的命啊 全保那这大堤上了 可是大人您知不知道 您知道他们用什么修堤吗 卖街草啊 您看 我们就是要挖出来 让您看一看 再往下挖 这 这再往下挖 还是卖街草啊 这 我 用卖街草住大地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老爷 你别着急 我要告诉皇上 我要告诉皇上去 你别着急 干什么干什么 谁叫挖的 我叫挖的 你叫挖的 你是谁啊 你说我是谁啊 我管你是谁啊 你就是前朝的宰相 我也不怕 这是我们老爷的地盘 大人 前面还有好几个洞呢 好啊 好啊 你们居然敢在这河道上聚众闹市 挖土掘洞毁坏河堤 来人哪 来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你们不停 你们住手 住手 是我挖的 住大人 住大人